陈时中接下来还要扮演这个最强业配王全台走透透 来看到他这个周末就要到台南 而且市长黄伟哲会亲自来接待他 还准备了自助餐跟英雄宴来招待 最后也会准备一些伴手礼让他带回家 那回程他还会快闪一下台中 到时候会体验手摇珍珠奶茶 还会亲自走访一中商圈来替店家加油打气 热锅上间葱油饼空气弥漫了面团香 接近吃饭时间一中商圈却没人 因为敦目舰队传全具感染 官兵在一中集合的足迹曝光 导致商圈生意一落千丈 掉了大概七八成左右 不过有好消息 阿中部长星期日就要来台中益中 商圈店家乐观其成 如果有来有帮助的好啊 现在人去做管的 他真的做得很好 真的没话说 说到陈时中这老板笑咪咪像个小粉丝 阿中部长要帮这边店家充满气 还会体验手摇珍奶 陆秀燕透露电话被打爆 大家都想请阿中部长来业配一下 所以与在地业者见面会 选在台中产业故事馆 我们电话应接不响 因为有非常多的产业 美食要求说 可不可以安排陈部长到他们那边去 其实更早一步说约到阿中部长的是台南 智长黄伟哲还特地准备了一套属于台南的伴手礼要送给防疫五月天 应该是把这个台南的在地的心意送给防疫五月天 拎草帽是台南的特色 夹纸袋和帆布包结合起来变成夹纸帆布包 希望陈时中穿戴后能成为风潮 还要请他吃阿中自助餐 第二天设英雄宴邀请基层英雄和防疫英雄同桌用餐 行程安排会以南进北出为原则 目前确定会去奇美博物馆 让人更期待会不会有什么阿中彩蛋 记者综合报道